来起头来,春天来了 二月二龙抬头 这是民间的俗语了 大概是在唐宋之后 兴起 那 所谓民间 当然老百姓很多 就是不确定 传来传去 他的根源就忘了 这一天呢 我们先说老百姓 都剃头 怎么来的呢 清朝之后 满足入侵 统一中华 他们是留大便子 让你也留 你不留这个发 就不留你的头 然后 我们中华民族当然是有契捷的 相约呢 就在正月里团结起来 这一个月就不剃头 就不剃 说的是思旧 思念旧 过去的习俗 我们汉族人 龙的子孙 花夏 而女 自明朝之前 都是 18岁之前 剃头 18之后 就是 朝人礼之后 一辈子就不剃头 这是 最正统的 这种传承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不可毁伤 那后来 这个 演变成这个思旧 变成死旧 谐音 当然这个谐音呢 你要念的多了 哪怕你不懂 这个人独势众 它也产生一种能量 就是潜在的 所谓的念力 所以说 要有正着正念 哼 有的就很奇怪 他就刚好 死了 就有 这是 其他的旗 可能更多 我们不一一列举 还有一个传说 武则天 当上皇帝 天地 是非常的 老怒 龙威大怒 让龙王三年 不给人家降落 那外星很苦啊 那龙王也是有情的 他就偷偷的 形容一个龙 就下了雨 大雨 那外星 收获的同时 天地 知道了 降罪 龙王 不听 江大雨 受人间 千秋 罪 除非等到这个 金豆开花时 很有意思 很多类似的传说 就是应了这一个给予 然后 就 后来出现了 这个 达成了个条件 可能上的都是这样的习惯 然后老百姓说 金豆开花 他们就是把金豆炒开了花 炒出了爆米花 还挺好吃 往那上购 天地看上 看到了 龙王 也翻身了 开花了 开花了 说话的算数 所以这个也是相传了 真的假的 不好说 那它的根源 究竟怎么样 我们这节课还说不完 不过刚好好 明天 这两天是一回事 我们先 暂且这样